人标及乡村爱情中的美女关婷娜 首次透露感情生活 我的对象是普通人 对于很多人来说 乡村爱情也是非常经典的回忆 这一部剧更是陪伴大家走过了十余年的光景 而在这部剧中 不少角色也都让人印象深刻杨小燕 就是其中一个剧中杨小燕是一个六零后 但是真正让人觉得不可置信的 而扮演她的 就是本山传媒的知名演员关婷娜 现实中她远 其实还是一个八零后 大概是脸源的人 比较显老关婷娜在这部剧中还是不太有违和感 让不少观众觉得 她似乎就是这个年纪的人 当然除了电视剧中扮演的角色之外 大家对于她的恋情 其实是非常关注的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 有关她的恋情的事情 在网络上传闻已久 但是自始至终关婷娜也没有透露出自己另一半的具体信息 有人说她的另一半是土豪 也有人说她离婚总之网络上的传言很多 但是具体的情况 如何谁也没有个准确的说 而近期有网友上传一段关婷娜的直播视频 她直播中 她也是首次回应的 有关自己另一半的消息 关婷娜表示称 自己的另一半不是网络上所传的什么小梁和阿豪 也不是谢永强 至于具体的信息 关婷娜没有具体透露 只说了一句 网的对象是普通人 由此看来 关婷娜的确不是单身 只不过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不想公开了罢了 最近关婷娜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一张自己外出旅游的照片 着实是惊呆了不少的网酒 也让人不禁感慨 大概这就是反差 关婷娜在生活中还是女神范十足的身材 更是可以秒杀大部分女性 虽然是淡妆 但是也可以看出 关婷娜的好气色红唇更是非常瞩目 让人实在是无法和乡村爱情中的那个土贵妇女联想起来 不过也可以看出 关婷娜出色的演技 跨越了二十多岁的年龄差 却还是不会让人出戏 因为是冬天 所以关婷娜也穿着大衣看起来 更是有几分冷艳美人的感觉 而在冷风中 她的头发也非常凌乱 倒是多了一些慵懒的美感 这样的她 也堪称是女神了 特别是立体感十足的五官 还有小V两还是非常吸睛的 从她的照片中 也可以看出 她的穿搭功力宽松的版型 更是可以衬托出她纤细的身材 紧身的黑色打底裤 穿出小细腿搭配白色的运动鞋 多了几分清新的风格 在乡村爱情中 关婷娜的伴想总是非常老气 但是这一波游客照 却让大家看到了她在生活中的另一面 当然 这些照片肯定不是关婷娜本人拍摄的 至于是不是她的另一半的手笔 就无从知晓了 乡村爱情十一季刚刚杀青 大概关婷娜这一次也是因为拍摄完成之后 借着闲暇时光旅游散心 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把老公拿出来晒一晒呢 砍卤红旅游散心 顺河